主席 我請市長 請市長 委員好 市長你好 先請下幾個小問題 我國加入WTO的會集名稱是哪一個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常駐WTO的代表團 最近賴信員跟丁守中 丁守中是本院的委員我的同事 他對他的這些當初 台灣加入WTO的過程當中 有上權路過 的一些做法 對於這個丁守中委員的質疑 跟賴信員前陸會主委 他的回應 站在外交部的立場 你有沒有什麼評論 報告委員當然這個 十年前我們談 應該有相關的外交檔案吧 我們也是 印委員會的要求 我們確實有去查我們的檔案 對 今天我也有報告說 我們外交部雖然有某些程度的參與 但是整體而言 我們參與的層面應該算是比較小 在我們的文件裡面 我們有看到入會的文件 但是整個處理過程的會議 記錄這些我們目前 官方的說法 如果說有媒體記者 要詢問外交部 對這個因為 WTO代表是你們派出去的 所以 廣義的外交體系 是我們國家派出去 那問外交部的立場 你對他當時的 所做的相關的處置 外交部的立場是怎樣 報告委員 據我們的了解 當時 談入會談判的時候 應該不是哪一個人負責 應該也是一個 他是負責人 他應該是一個集體的 一個決策 他是Q-person 是一個決策 對 那我們雖然在入會的時候 要跟各會員國談這個 工作 工作紀錄 就是report 這個working party report 但是不管 這working party report 的奮鬥的過程是怎麼樣 至少我們去參與 現在是一個公平參與 不論我們的人員 在那邊享受的特權領域 賴信元 他過去參與WTO 他的表現 跟現在他去WTO當任大使 你覺得他稱職嗎 報告委員 這個任命不是我們 不是我的這個職權範圍 我只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常任文官 我不應該批評政府官 你是市長啊 但是我是一個常任文官啦 這個是政治任命的部分 我覺得以這個職權來講 分析是很大的存疑 他過去丁守中 他是執政黨的委員 我覺得他的說法 他的質疑應該有所本 所以對於他的質疑 我覺得應該要充分 跟立法院 或者是跟丁守中委員 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否則這個疑慮 會在所有立法院的委員身上 會一直的出現 不過我可不可以跟委員 補充報告一下 沒關係 我了解 是那個Working Group 不管他的paper怎麼樣 至少目前我們跟 WTO的交往 還有我們呈現給WTO的paper 我們都還是用我們政府的 組織的名稱 我們還是繼續使用 從過去的紀錄跟過去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他未來 可能會有哪些作為 從他過去的紀錄 過去的表現 我是有點擔心的 他是不是能夠升任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議題先討論到這邊 這兩天 中國七艘艦隊 可能也有一些潛艇 經過吊一台海域 雲納國大海域 是哪一個艦隊 哪一個艦隊 我們北海的 北海艦隊 那你覺得這個 從這個路徑來看 有沒有針對性 或對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一定的威脅 呃 如果就我的了解沒有錯的話 就是說如果只要是 進入到我國的領海 我們一定抗議 如果是為止我們 有沒有抗議 它是我國的領海 它經過釣魚台西側 他們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針對他們艦隊 通過他們是例行性的 的一個訓練 但是 他言外之意就是說 他這個作為 是 這個做給美國人跟日本人看的 當然日本動作很大 反應也很激烈 台灣算不算這個 game the prayer 我想我們 我們當然是 因為我們是主權的 新手國 外交部有沒有任何的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馬上有做開出記者會 做相關的內容的這個說明 中華民國外交部 有沒有針對 中國軍艦通過釣魚台海域 有沒有做任何的陳述 或官方的說法 幹部 據我的了解 外交部本身沒有 能感嗎 無感嗎 你們覺得這個對台灣主權 沒有任何的威脅嗎 這是何等的大事 是有可能這個 我昨天問高華駐啊 高部長 他說 這個不排除發生局部衝突的可能性 假設他這個 這可能性不排除的話 萬一發生局部性的衝突 那台灣 是美國 跟日本在亞太地區 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同時他們兩國也是台灣 最重要生存的依據的 這個關鍵的國家 他如果依據美日安保 那台灣的外交立場 你要怎麼去哪裡 包括委員我們跟美國有 你有沒有做過沙盤推演啊 我們跟美國有充分的溝通 美國也一再跟我們表示 雖然是安保條約 是維持區域的安全 市長 你知道每日要去 最近要經過 要舉行這個聯合奪島軍演 你知道嗎 是 您知道嗎 美國人跟你講嗎 美國人有沒有告訴我 我不知道要問北美 所以我沒有負責 美國地區的業務委員 對啊你剛剛說 都有跟你充分溝通啊 是但是我們確實 跟美方有充分的溝通 所以 美方也一再跟我們表示 這個是一個鎮拔弩張的狀態 無關啦 如果沒有控制下來冷卻下來 也有可能發生局部性的衝突 你們針對這些衝突的可能性 各種scenario有沒有去做沙盤推演 我相信國安小組跟國防部應該都是有一個小組 外交部是不國安小組 是我們部長是國安小組 那最近有沒有部長有沒有去開會 部長每個星期還有不定期 這兩天嘛 這兩天有沒有經過 因為這個事件去召開這個國安會議或者是機密會議 我不清楚部長的行程啦 但是我相信他們國安小組應該是有嚴傷吧 你這個最基本的外交動作都沒有 有可能對台灣主權具有一定的威脅性跟針對性的時候 外交部沒有任何動作跟反應 委員我們一定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做強化主權的 只要有需要我們隨時都可以做 我不需要你太強化主權啦 你只要顧守主權就好啦 你不在家你強化主權 你把主權顧守好我就有這個阿彌陀佛啦 最基本你要有這個動作 你要開記者會國際記者會 你要針對中國這種通過調查海域這種作為 你要提出抗議提出譴責嘛 這是外交系統應該做的工作啊 不是這樣吃掉 報告委員只要這個國安小組有成決議 你都沒有做嘛 我們一定會配合各部會的這個決議來做相關的決策 好然後看一下你的報告裡面齁 是 第十二頁啊 你說這個因應釣魚台列宇的主權爭執啊 外交部安排日本NHK來專訪馬總統 台灣中國跟日本 都是第二台列宇的主權爭議的 爭執的一方 NHK有可能來專訪馬總統嗎 已經訪問過了也播出來了 在哪邊播出 在NHK的電台播出啊 是電視台還是 電視台 是全日本放送的嗎 是是全日本放送 那專訪的內容 能不能提供給北溪看一下 可以可以 我們有完整版 然後你說這個針對這部分你在世界各大報有刊登啊 是 這全部是美國的報紙嘛 是 但歐洲人不用去宣傳啊 不是 剛剛委員也提到美國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說我們也要讓美國 那歐洲就不重要啊 歐洲也很重要 那為什麼沒有對歐洲宣傳 有有有我們在這個歐盟裡面 其實有很多決議案通過支持我們在交易台的 你的長期啊 就是眾美 眾亞親歐嘛 你有沒有駐歐的經驗 我沒有駐歐的經驗 所以你對歐洲不是那麼的了解嗎 我們非常重視歐洲 你為什麼對歐洲沒有任何的宣傳呢 有我們有很多的宣傳啦 是不同形式的宣傳 而且願意在美國的四大報去刊登網告 為什麼在歐洲27個這個加盟共和國 加盟的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你會願意去刊登 英國 德國 法國 主流國家 你都不刊登 是委員我們也做了很多宣傳 不過歐洲因為他對這個議題 比較沒有那麼深入的琢磨啦 所以我們也有重點配置 你就是這樣子偏見嘛 你就是沒有那麼多琢磨 你就是要加強啊 你國際宣傳 我們對歐盟的加強宣傳啊 有啦我們是用其他方式來宣傳 那你是認為他對我們不了解 不了解你要加強跟他們溝通啊 不能說因為他距離比我們遠 我們是用 我們是洽註 譬如說我們請學者去幫我們投書啊 類似這樣子的方式來加強跟歐洲其他各國的宣傳 所以歐盟最近有很多 私資源分配還是眾美啊 眾亞 親歐啦 這部分 我希望我也一直在外交委會提過好多次了 對歐盟的關係很重要 你是認為說這個可能地以上距離比較遙遠 歐盟對我們非常重要 我看不出來你們重視歐盟 有啦因為歐盟已經通過很多決議案啦 支持我們的類似東海和平上議 我本來期待您部長繼續在那邊這個 拓展這個歐盟關係 可是他現在要回來了 我對他這個推動這個跟歐盟關係 我是很肯定的 另外啊 你們你剛剛說這個參與聯合國跟世衛啊 這個經費今年度變得多少錢 在聯合國的部分我們 把UN加WHO啦 WHO是1.5億啦 UN是9千7百萬啦 所以加起來是差不多2億4千多萬 2億4千多萬 有那麼多嗎 WTO還是WHO 對不起 不啦我們要加入組織大是UN跟WHO嘛 那這兩個經費你們101年度是多少 101年是變多少 101年我們參與聯合國跟他相關的專門機構 總共是9千7百萬 102年啦 102年 101年的時候我們是1億4千萬 對嘛 1億4千萬 你說要加強國際組織 的研系 去年還有1億4千萬 今年剩下9千7不到不到1億 那在前年呢 前年還更多 對 逐年递減耶 最多時候在民黨執政的時候在97年是2.5億耶 報告委員現在所有的預算都是受到統三的預算 那你說你重視 那統三也沒有三那麼多啊 有有 統三外交部刪了這樣幾十個分數 那你要去爭取啊 因為你說這是重大的業務嘛 是 我們請委員支持 我們一定來爭取 一定來爭取 但是你要有成果出來啊 你不然明年的 又遞減 又變成六千萬 我們希望不要再減了 已經減到了 那你就放棄 你就繳細了 你沒有錢 你要怎麼去推動外交嘛 我們還是要推動啦 因為就是活路外交給死路外交喔 不會不會 我們調整策略用比較務實的方法來推動 好 你九十班人提到要加入UNFCCC啊 是 跟ICARE 是 那你們三個月 78個月 一路 他們正在等候 發生了 三十五千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